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成都名厨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有名的美食 唐厨 鸡柳 这道老嫂建议美食的主要贴点 鸡柳外酥利冷 甜酸酸口 现在我就给各位好朋友具体分享这道美食的制作过程 希望大家能喜欢 今天我们选用非常新鲜的鸡胸铺 把它改刀后切成筷子除息的长条 这道美食尽量选新鲜的鸡胸肉切好后 我们装入碗中 首先给入适量的滴烟 少许的了就 胭脂打开10分钟 现在把大葱 葱背部分 切成葱花 所用的方法 对面 该斜到 45度 不要切断 切好后 一分为二 在顶刀 把它切成葱花 用这种方法切出来的大葱葱花 非常的漂亮 现在把盆周的打算 经常的老黄酱 摘洗装入盘中 鸡肉经过四分钟腌制后 搭入一个圈袋 把它充分的挑匀 也可以自用胆轻 挑匀后 给入适量的豆粪 或者是红烧粪 在这里提示 千万不要加碎 把它们 充分的挑匀后 现在 对外了之 首先 给入适量的 低盐 和 两条跟 备烫 以及通灯粉的相处 少许的生抽 再给入一点尾巾和豆粪 用清水把它们充分的 调匀 现在 我们开始 炸至鸡肉 油温打开在六层左右 为了放置粘链 我们以根一根底下 炸 打开三分钟后 我们把它打捞起来 并 控干起油 等冷却后 我们再敷炸 油温打开在七层左右 敷炸的时间 大概在一分钟左右 炸好后捞起 充分的 控干起油 现在我们炒汤处置 锅中给入少许的油 首先下入姜蒜 炒香之后 下入我们堆好的料汁 料汁入锅后 把货稍稍转大一点 一旦知名油量 倒入葱花 料汁 趁浮沛色后 关火起锅 把控干油的鸡肉倒入盘中 并浇上 烫醋汁 各位好朋友 一道老少建议 外酥 你能力烫醋鸡肉 制作完成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好朋友的耐心收看 请记得关注 点赞分享 收藏 咱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分享